各位大家好,我是林慧宜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非常滋阴养颜 美容润肺的燕窝扒蒸蛋 我们来看一下所要用的材料 用的是燕窝两盏 然后鸡蛋、葱姜、少量的盐 太白粉水以及高汤 这个燕窝它本身是真的非常的营养 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好 而且养颜润肺 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病毒 他们说这个COVID-19的时候 它是我对肺是非常伤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美容 为了要漂亮 我们就要吃这个燕窝 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把它拿来泡水 然后浸泡差不多 我通常是泡一个晚上 然后看看有没有杂质 不过你在德成行买的这个燕窝 好干净、好清爽 这个都没有什么杂质 不会有什么燕的毛 那么这个东西直接泡水了以后 我们可以加一点冰糖拿去炖 不过我们今天是吃咸的 因为当做一个请客的大菜 我就直接加水直接炖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蒸蛋 蒸蛋其实也是有学问的 好我们把这个蛋把它先打出来 但是要蒸好蛋的话 必须它的比率很重要 我今天用了四个大蛋 如果放水就是两倍半 放高汤就是三倍 好放点少量的盐 要做好一个蒸蛋呢 最重要的第一是它的比率 所以我们如果是一杯的蛋 放三杯的高汤 如果呢要蒸的时候 还有就是它的容器 你看下面是平的 上面是平的 这样子的话呢 蒸出来平均受热 它就会非常的香滑柔软 放蒸笼里头去蒸的话是这样子 水滚了放下去 大火蒸15分钟 关火焖20分钟 出来就是香滑柔软的蒸蛋 做sauce的时候呢 先放一点油 大概是差不多半汤匙 让它加热 好然后等这个油热了以后呢 我就放一点葱姜 看葱已经有点焦了 把蚝油放进来 我们就把高汤放进来 很漂亮的这个燕窝就放进来了 这个发的非常的好 为了让它好看呢 我们另外放一点点泡好的这个枸杞 再用太白粉水来勾芡 我们请客的话呢 大家都是做甜的燕窝 可是我们做成这个咸的燕窝的话呢 除了这个蛋香滑柔软 而且这个呢是知音养颜 对于抗疫的时候呢 润肺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特别为您介绍的这一个燕窝爬蒸蛋